10月3号16时12分 神舟18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 预计于10月4日凌晨返回东方着陆场 航天员岳光复担任此次城组指令长 他将与航天员李聪 李广苏共同踏上返程 10月3号晚在四川天府新区万安街道办事处会议室内 岳光复的亲友们早已做好了一切准备 集中收看神舟18号载人飞船返回舱返回实况直播 焦急地等待着返回舱安全落地的消息 记者现场看到大家精心布置了欢迎场地 会议室内精心布置了一块展板 不仅回顾了岳光复此次执行任务的精彩瞬间 还记录了家人与岳光复的亲情互动 日前 岳光复妈妈在生日当天收到了岳光复提前为母亲准备的生日礼物 一个温馨的花篮和一张手写的生日贺卡 字里行间都满满地写着对妈妈的爱 同样为了给岳光复一个惊喜 在母亲刘少林的带领下 全家接力为她织了一条围巾 希望她返回地球后就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我们全家人一起给她制了一条围巾 然后已经带到走路点去了 到时候就会给她送上 就是我们一家人用了两天时间 妈妈生日那天就开始给她制 制了一条温暖条的围巾 因为围巾代表我们全家人的关心 关爱 第一时间给她家的温暖 亲人的怀抱 随着飞船返回时间的临近 现场的亲友们眼神中满是紧张和期待 当从电视直播画面里看到返回舱安全着陆时 大家挥舞着手中的国旗 为岳光复加油呐喊 而此时 岳光复母亲刘少林悄悄磨起眼泪 她告诉记者 选者的心终于落下了 等见到儿子要给她做很多好吃的 我亲家她说话的声音这些她太高兴了 精神还可以说话的声音也不一样 精神是够的 终于去年回家了 很高兴 回家以后回家了她就好吃了 回国众母她喜欢吃的 一个是凉拌鸡排 一个是火炉烧排骨 支持我儿子继续为航天生意做出奉献 载轨飞行超一年 航天员岳光复成为中国载轨飞行时间 最长航天员 侄儿王鹏宇一直将舅舅岳光复视为榜样 看到舅舅平安归来 她脸上难言喜悦 舅舅对自己的鼓励时常萦绕耳旁 让她不断努力天天向上 这次舅舅回来的话 感觉很激动 因为从小舅舅就是我的榜样 然后一直努力去向她学习 舅舅对我的最大的一个鼓励 就是她的坚持 就是她坚定的信念 这样也可以用在我学习当中 比如说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 我就可以以舅舅为目标 然后呢坚持下去 把这件事情做完